你知道嗎? 企鵝的那裡會掉下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Green Voice 我是Lina 相信大家在防疫期間 都有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影片 它就是企鵝在水族館裡面逛大街的影片 這是在芝加哥的一間水族館 其中呢我最喜歡的一個片段呢 就是來自北半球的小白金 還有南半球的企鵝 竟然就這樣神奇的相遇了 你知道嗎?傳說中 北極也曾經有企鵝喔 我知道大家最近生活比較苦悶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企鵝的五個冷知識 如果你也覺得企鵝很可愛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北極曾經生活過一種 和企鵝非常相似的鳥類 它就叫做大海雀 它的肚子是白色的 背後是黑色的 翅膀短短的 可是有其有來卻是水中健將 是不是和我們知道企鵝非常相似 但是呢 這個大海雀呢 它是屬於海雀科的 不是企鵝科喔 所以嚴格說起來 它不是企鵝 那這個大海雀後來怎麼了呢 其實它現在已經絕種了 因為以前的人會吃海雀的肉 然後還會把它的油脂 拿來生火披草拿來保暖 在這樣過度濫捕的情況下呢 這個北極大企鵝的傳說 就只能成為回憶 結論就是北極現在沒有企鵝 不過赤道卻有企鵝喔 有一種叫做加拉帕哥斯的企鵝 它是唯一出現在北半球的企鵝 不過它們現在也因為氣候變遷 瀕臨絕種 數量少得非常的可憐 大家應該對國王企鵝不陌生吧 你知道它小時候毛茸茸的 長得跟一顆奇異果一樣嗎 它會為了要換毛 把自己吃得肥嘟嘟的 這個像是奇異果的小小國王企鵝 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但是你知道嗎 它長大成鵝之後 有個部位竟然會一直掉下來 那就是它嘴巴下面這塊黃黃的地方 它會隨著季節剝落 但是呢我覺得最驚人的 並不是它嘴巴會掉下來這件事 而是因為氣候變遷 在35年以來 國王企鵝的數量已經大量的減少了9成 9成 前幾集為大家介紹了 鯨魚的便便在大自然生態中 其實非常的有用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選這支影片去了解更多喔 今天就要來介紹 企鵝的便便啦 你知道在南極其實不是一片雪白 在紅色綠色的藻類中 其實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企鵝的便便 而企鵝這種生物呢 它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牠們喜歡一起去便便 你現在看到呢 在畫面中呢 看起來很像冰棒上的翠花生 其實它就是企鵝的便便喔 科學家也會透過企鵝的便便 來追蹤牠們的移動軌跡 這就是所謂的環境DNA 那這幾年呢 他們發現了在南極哈雷灣 找不到便便的蹤跡了 這時候科學家才知道 原來是因為冰層已經崩塌了 所以企鵝的家已經不見了 南極的冰河有將近3%都是汽油的尿所構成 所以你有機會去南極的話 千萬不要衝動 不要像畫面中這位人凶一樣 以免你會不小心喝到喔 最後一個小知識呢 是關於南極的真實狀況 在今年初的時候呢 我的同事小屯 他參加了綠色和平的南極曙光號 去參與當地的科學調查 為我們帶來了第一手的消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屯 這次行情中最讓我震驚的部分是 夾帶氣而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減少了77% 我們非常習慣的生活方式 像是交通工具排出的廢氣 其實都對氣候造成種種負擔 正承受著人類種種不友善環境行為的後果 這是因為氣候變遷讓當地的冰層減少 零蝦的數量也變少了 所以企鵝也找不到食物吃了 關於企鵝的小知識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今天分享的內容 你覺得哪裡印象深刻呢 A 小白鯨跟企鵝的四季相會 B 北極也有企鵝 C 國王企鵝會落野孩 D 夾帶企鵝的數量減少了7成 E 如果你有其他覺得有趣或印象深刻的地方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企鵝 關心氣候變遷的話 你可以like這支影片 訂閱我們頻道 分享給你好友 還有開啟通知小鈴鐺 每週六晚上6點的Green Voic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